台北的第二天,我们要继续在这里探浅了 Make在台湾的行程安排的满满的 所以说不要浪费时间 在台北这边最值得去看的这个地方,你们觉得是什么? 我是第一个小猴子Make,我今天当然又来了 我已经到了第一个地方了 今天这期分享我们可以直接开始了 这是一个楼梯 这是第一个景点 哇哦 朋友们,北京的故宫 Make去年也去过了 那个地方真的是好,非常漂亮 我在那边花的应该是三四个小时光了,看了大部分的地方 那台北版的故宫 你们听说过吗? 这里就是台北的故宫 那么台北就是昨天的天气还比较正常 今天就热起来了 昨天我们刚到的时候才二十多度 然后今天都已经到二十八、三十左右了 约得很 这里就是夏天 德国才过完冬天 哈哈哈 刚刚买完这个票 这个门票了 然后是三百五十块钱的一个价格 听起来比较贵 他刚才说三百五 我就在想 哎,那么贵啊 但是他们这边用的是台湾新元 跟人民币的汇率是不一样的 这边三百五十的这个台湾元 差不多等于八十块钱左右吧 然后我感觉这个价格还是可以 跟上次北京的那个股宫差不多吧 这里就可以看之前生活的样子 感觉很有意思 大家都在干活啊 感觉非常的舒服 所以主要是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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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厉害的 我们是 十九号 就 然后 这个地方 就摆了很多 古老的这种 树 然后 后面 这些字 你们 认识吗 可以跟我 说一下 看 感觉还不错 还不错 这里已经逛了一个多小时 快一个半小时 然后 已经走到最上面了 三楼 这里有三层 来完咯 差不多了 现在出来了 这里面都快冷死了 今天穿了这个端袖 然后穿了端裤 还有拖海 然后里面这个空调 开着 特别冷 特别低 然后现在出来 在外面 还是非常 舒适的 应该有 二十六 二十七度左右 然后现在 也有特别 特别多的 这种 应该是中学生吧 高中 初中 这种学生 那有这个地方 逛一会儿 了解一下 文化 和历史 现在 又该坐 Findy 公交车了 嗯 我在这里看到 一个很有意思的店 这里 是一个面包店 叫马克先生 哈哈 看来 是我开的 那 我光着光着这个博物馆 当然 就很饿了 现在都已经到下午2点多的时间了 北京时间 那么 现在 我到了 回到了这个市中心 台北市中心 然后我准备在这里 找一个地方 坐下来 吃点东西吧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比较珍重一点的 本地的菜 坐下来呢 找到了 一个小地方 叫 纯水汤 纯水汤 说的是传统的 台湾菜 我们看一下 已经点餐了 饭来了 这里是一个 牛肉面吧 然后这个叫 少麦 有 猪肉 和 虾 然后 有一个这样的 茶 就是一个 冰的 春茶 嗯 看着 不错 来吗 我的朋友们 来试一下 这个 牛肉面 这个 很甜的 牛肉面 这个 是一个正常的 牛肉面 吃一下这个牛肉 这个油倒是很不错 这茶图 爽 那么当然这个叫做烧麦的东西 它已经也该试一下了 当然很有特色 很不错 就是有点难拿出来 OK了 来嘛 好吃 还可以猜 虽然说 Marky 比较喜欢喝咖啡 但这个东西也是好东西 吃完咯 确实还不错 确实好吃 一碗牛肉面 还有六个这种小烧麦 还有一杯冰茶 你们在评论里面猜一下 你们觉得该多少钱 我告诉你们 五百七十七元 等于一百三十人民币左右 我觉得是不便宜 好吃是好吃 但是便宜或者不便宜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一下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儿到此结束 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更多的东西 还要发现更多的事情 探险更多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这一期 如果你们觉得还不错 还比较有意思的话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帮你们可以在视频下面来点个赞 评论一下 然后分享给你们的好朋友们 最重要 那当然就是 关注一下马克的帐号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又来看了一下马克的分享 也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现在我说再见了 朋友们非常期待 在下一期视频又可以见到你们了